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关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召开记者会 来提醒游客和市民朋友 大五轮沙滩的夏季救生员进驻服务时间已经结束 即日起民众进出大五轮沙滩 请务必遵守现场的安全宣导告示 注意自身安全 由于夏日期间细水的民众众多 本府为了安全的考量 我们在夏日期间有派驻我们救生员来进行救生 还有相关的一些宣导的部分 那今天呢我们正式的向各位宣布 就是我们夏季救生员的这个进驻时间已经结束了 那同时呢也请各位民众 如果说在进入我们大五轮沙滩的部分 请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并且遵守我们现场的宣导还有告示 那大五轮沙滩的海域因为有相当多的这个波浪 那还有海流 那甚至还有离岸流在里面 所以民众在从事海域的一些细水活动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相关的一些警告的一个标志 那不要超越警戒线 那也不要到危险的水域 那避免发生意外 尤其是不要放任儿童单独的在这边细水 以免发生意外 那因为离岸流的关系 所以这个细水的过程也要紧靠着这个海岸 不要离开太远 那最好民众要结伴同行 那有相互的警戒 如果说民众在这段期间 如果不依我们相关的禁制规定 那进入到危险的水域 那我们会依发展观光条例 第60条的一个规定 会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 到5万元的一个罚款 那希望民众能够配合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